全球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 多数旅外台人无法回台 除了想念家人 也想念道地的台湾味 好在疫情期间 新加坡也出现越来越多台式餐饮店 不少人可以解解相愁 来到这间主打台式早餐的餐厅 店内员工大多为台湾人 亲切的口音让不少民众 走进店内就有回到台湾的错觉 我觉得我们特色就是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 一进来我们店里面 就有好像回到台湾的错觉 主要是因为已经两年 也没有得回台湾了 一直一直在新加坡 寻找台湾的味道 对这家是让我觉得 真的有台湾的味道 店里饭售包括各式蛋饼 吐司还有盐水鸡 锅烧意面等台湾小吃 老板娘说为了做出正港台湾味 最关键的食材都从台湾进口 然而要做出家三味 也要迎合当地人的口味 对老板娘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怎么样是最到底的台湾味的同时 又可以让新加坡人可以接受 这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 那我们也还正在磨合中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最大的原则就是不管怎样 不可以失去台湾的味道 而除了台式餐厅的新品牌 和新分店陆续出现 网购平台上的台湾食品也越来越多 桑哲威视觉设计师Charlie 利用疫情下的机会在网路创业 开启唯一主步的斜杠厨房 在网路社团贩售他的拿手经典台菜 像是手作冷冻牛肉面 古早味肉排 卤肉等台湾扫吃 也意外接了不少订单 很久没回台湾 很多想吃的吃不到 我就会想去自己尝试做出来 然后分享给我的家人跟朋友 然后有时候会拍一些照片 分给我的朋友看 然后他们就说 哇 你这个已经可以拿出去卖了 所以这样就给我一个灵感 Charlie也说 希望事业慢慢上轨道 未来有机会要完成 开一间文青小食堂的梦想 庄社界侯资云 新加坡报道